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黄真华 这里是玩家365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佛系摄影的第二个境界,宁静 首先我们会思考为什么想要拍摄宁静的画面 当然一般上很多人都会喜欢拍摄很夺目的 很突出的很震撼的很惊叹的画面 但今天如果你想说想要拍一个宁静的画面的话 其实就是说你对意味着你对不同的境界有一种追求 现在我们来谈呈现宁静画面的四种方式 首先宁静是采用一种内在很平静的心静来做一个拍摄 而你的心静如何是直接影响你整个画面的一个宁静的效果 再来是在如何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 你如何静下心来去做一个拍摄 第三就是采用不同的影像语言 然后结合不同的画面元素 来决定整个画面的这个宁静的气氛 最后呢就是我们不追求一个很突出或者是很鲜艳的色调 而是以一个很协调的一个色调来呈现整个画面的气氛 好现在我们来谈如何呈现宁静画面的五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就是善用横线 那么在画面呈现方面呢 如果你用横线和水平线 就可以营造出一种非常广阔平静平稳的效果 再来就是利用二份法来呈现一种很平衡平静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谈宁静的第二个系列简洁的画面 当然首先如果今天你处于一个很复杂或者很混乱的环境 你如何得到一个平静的画面呢 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个裁剪的方式来获得一个比较简单或者是简化的一个效果 当然如果你能够通过影像的简洁来得到一个平静的气氛 那么线条其实就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条件 即使是曲线或者斜线也可以呈现出平静的画面 当然最后如果你在阴天跟雨天拍摄也是比较容易得到平静的效果的 第三个系列是剪影结合冷调的呈现方式 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个方式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拍照的时候在一个大流天或者在一个混乱环境拍照 你要怎样从中获得一种宁静的一种感受呢 其实你可以采用用这个剪影再结合冷色调来呈现一个画面 因为当剪影跟冷色调结合的时候 它可以呈现成一种宁静感跟神秘感 当然如果你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拍摄的话呢 就不能够用太过复杂的细节 尽量应该是尽量简化你的画面 现在是第四个系列营造距离感 那么今天如果你拍摄一个主题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让它显得非常遥远跟渺小 那么如何这么做呢 就是你可以在拍摄的时候你预留更多的空间 然后同时你把它放置于画面的中央 这样整个画面看起来呢 它就可以显得更加空旷 然后从空旷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宁静的一种气氛 第五个系列是用黑白的方式来拍摄风光 如果今天你面对的是一个 大多数人都会以彩色的方式去拍摄的画面 比如说夕阳啊 比如说很惊艳的一些金色 这个时候你可以思考说 我可以跳脱我一般的习惯跟方式 而转用黑白的方式去拍摄 因为呢在黑白模式里面呢 整个画面会比较容易得到一种宁静的一个效果 那么今天如果你想拍摄一些宁静的画面呢 我们这里有几个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 首先就是拍摄的时候 就是没有必要那么心急 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好的去感受 好好的去体验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观察的方式或者拍摄的节奏呢 其实都可以放慢的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拍摄宁静的画面的时候呢 其实是展现的是你心境的一种写照 跟你一种境界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你跟自己在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了佛系摄影 第二个境界宁静里面的五种拍摄方式 那么希望呢 你也能够用一种很享受的心情去拍摄宁静的画面 当然这只是我感受宁静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来感受宁静 如果你想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佛系摄影第三个境界 会讲什么境界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玩家365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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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